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口号就是芒果TV号带你追花哨 那大家都知道花儿与少年的第二季呢 每周六晚22点已经在湖南卫视播出了 那同时周日零点的芒果TV呢是全网独播 那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很多支持花哨第二季的媒体朋友们 以及我们的粉丝们在这里欢迎大家了 你们在哪儿我看看 哇好多是不是 好后半场都是你们的 好那在开始今天我们的快乐旅程之前 请允许我为各位介绍一下 搭乘今天快乐航班的各位重量级的嘉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土耳其航空北京市场部经理马林先生 欢迎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 今日头条品牌合作总监维志刚先生 欢迎 旅行作家行走四十国先生 接下来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花儿与少年的节目监制夏清女士 欢迎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嘉宾的规格很高啊 足见呢即将登场的这位大人物是多么的重量级 好了大家恭候多时了 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请上我们今天的机长许晴姐 欢迎欢迎 今天请 今天请 哇好漂亮 许晴姐漂不漂亮 好了好了今天呢终于把许晴姐来到我们这个花哨的这个点赢会现场啊 一开始的时候呢赶快给我们这些您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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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候了我们的粉丝也问候了媒体朋友是不是 好那用一点点的是 我们推一下话筒好不好 用我这个话筒好不好 那这样我们用一点点时间跟许晴姐先聊一聊啊 我们都知道许晴姐在这个花哨二当中呢表现得相当的棒 我特别想替这个粉丝们来问一下 当初您知道自己要参与这个花与少年第二季的时候 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在队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我 我 就是什么就是第二季的时候 对 以前有没有预想过在这个队里当中 那料到通就是说还会有一些植物的时候我在想因为我一季表现得很不好不及格又不会做饭我就在想是不是让我做厨娘啊 来考验我一下 是这样的 嗯 那已经播出几季了感觉还好吗 当然我一直在跟花儿与少年成长 啊 好棒好棒 稍后呢还有关于成长的问题啊 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周五是不是 那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新的一集呢即将播出了 可能很多我们这个粉丝呢就特别关心新的一季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你们关心吗 好我们也看到了预告片啊预告片当中呢景宝可能遇到了一点点问题 今天正好呢我们这个许晴姐在我们都知道许晴姐的文笔特棒 平时在微博当中呢经常写个小诗啊就文笔来秀一下 那这样今天这么多粉丝您能不能先剧透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先告诉大家 这新的一集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您的感受怎么样或者来描述一下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个异国之旅好不好 可以剧透吗 我们下一站是土耳其 然后景宝做的导游 土耳其我超爱 而且我刚刚又重新去了一趟土耳其 因为想再追寻一下我们那个时候的所有所有的生活点滴 土耳其给我的感受印象就是一个词浓情蜜意 好浓情蜜意 好值得猜测哦 到底我们新的一集当中看完之后能不能跟这个许晴姐刚才的回答呼应啊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这个点音会当中呢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把许晴姐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表现呢来一个大盘点好吗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好 好 月 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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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宝 我和我小弄小弄小弄 你是国宝 然后你是小弄小弄 你是我的家宝 小弄小弄宝贝 我爱你呀 小弄小弄小弄 二十块钱 就拿着 嗯 哈哈 怎么说呀 这也没得买 真好 今天好恐怖哦 两位 我来一下 你别弄 别动啊 我来弄 哎呀 你现在比我准很多吗 你的 很多 你爱的 哦 你太伟大了 待一会儿 待一会儿 好的呢 大姐大好 这边上场了 这边上场了 好舒服啊 真的好舒服 我也是拖油平 从此都拖不开了 这只小拖油平 哎呀 好舒服啊 我也是拖油平 我也是拖油平 好好好舒服啊 哈哈哈哈 好舒服啊 哎呀 好舒服啊 不要在粥子上 然后你吃了啊 必须吃了啊 好 你必须吃了啊 我吃了 吃了 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一季的花儿与少年 我们七个小伙伴特别有感情 而且我对我们的设置团队更有感情 震慑我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专注 投入和忘我的这种 团队精神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 我的拍摄也好 还有我对伙伴们的感情 还有对没有遇见过的人 新的人 还有我的爱娃娃们 所有所有都是拥抱的姿态 所以这一年我就觉得 我是打着花哨烙印的女生 其实参加节目之外 也看到了很多的收获是吗 那总结这一年 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参加这个节目 发现我可能与没有参加节目 有一些改变 肯定是有改变的 因为我之前完全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是一个小世界 然后很自我 有些不懂事 不太是一种拥抱的姿态 去面对所有 那一季的花哨让我 打开了一扇窗 而且特别特别地感动和感恩 是因为我们参加一季的所有 所有我们的七个小伙伴 还有团队 还有湖南卫视的所有的合作伙伴 都是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我觉得是一家人 和一种烙在我心里面的那种 烫烫的那种记忆和那种情感 所以这一年 我的变化是温暖了 拥抱了 就是这样 很温暖的回答是不是 在回答当中充满了很多感恩跟爱意在里面 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天能够充满爱温暖的话 是这样特别棒的事 我知道节目一播出的时候 您的粉丝是更多了 为什么特别喜欢许晴姐 那个少女萌动的心 我们很多那些 这个粉丝们特别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您用什么样的办法 能让自己状态这么好 心态这么年轻 看上去那么漂亮 传授一下秘籍好不好 我呢就是脸皮比较厚 我是无灵感的生活方式 我跟七岁的我的小侄女在一起 我觉得我就是七岁 跟爱温暖们90后 00后 还有所有 我都会觉得我就是他们的一员 我跟男生在一起 我觉得我就是男生 跟女生在一起 我就是小女人 所以 我就觉得我每天都丰富多彩的 然后撒娇不是手段 大家都说我撒娇 撒娇是我一种生活状态 和情感表达 那是因为人对了 环境对了 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撒娇 是因为极其有安全感和爱 就是这样 没错 这种 这种撒娇特招人喜欢 而且为自己增分很多 好了 刚才呢是我们在直播互动当中 我们的一些网友筛选的问题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芒果TV也正在直播 直播过程当中呢 各位网友呢 可以参加我们的花上密码的活动 来迎娶芒果TV Insight 家庭产品超级游戏机 芒果玩家 那回家就可以连上看我们的花哨了 那同时呢 现在微博上也有很多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看到 在电脑屏幕上 有很多飞出的汉字字码 然后各位呢 可以手机眼快地来猜出来 并且呢 集齐之后 截图发到微博上面 带话题就是警号 花哨密码警号 并且add芒果TV 在直播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呢 会抽出我们的幸运观众 获得我们的奖品 好了 刚才呢是网友的一个问答 是不是 既然今天呢 来了那么多的好朋友 就必须有这偶像 跟粉丝的亲密接触 接下来可不得了 就到了游戏环节了 悦悦欲试是不是 我还没说就举手了 万一你完成不了呢 好 第一个游戏环节呢 叫做花哨之多少 我们要看看各位粉丝呢 到底对我们的节目了解多少 对许晴姐了解多少 是一个翻八卦的游戏环节 我们要请两位我们的粉丝上场 谁来 好 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挑一下 好不好 好 请两位粉丝上台呢 跟许晴姐做互动 我们会提出几个问题 如果你答对的话 许晴姐呢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哦 机会很难得 哇 来了两位北京的我们的粉丝 好 欢迎两位 漂亮的小姑娘啊 好 那这样 许晴姐 我们站那边 好 两位站那边好不好 我们两侧 好 在开始今天问答之前呢 这样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好吗 站到这边来 我们外八字一样 让大家能够看清楚你们 先打个招呼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嘉玄 嘉玄是不是 用一句话来表示一下 你对偶像的爱意 她的一切我都爱 好 没有原则啊 不过没有原则的爱 我觉得挺棒的 挺单纯 怎么称呼 我姓康 叫康雨昕 大家可以叫我康康 康康今天见到许晴姐 是第一次见吗 对 描述一下吧 她一直是在我最迷茫的时候 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所以我会一直都爱她 我觉得你是个深度粉 为什么爱她 王妃唱过 爱她就爱她的灵魂 爱她的精神 对不对 好 精神鼓励了我们 好嘞 回答得很棒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这个花哨之多少 大测试了 我们一共有几道题 如果大家答对的话 那许晴姐呢 会有贴纸呢 贴在大家的这个身上 作为奖品 好 这个贴纸呢 就是许晴姐的这个大头贴了 好 我们来看 第一题 第一题的题目是 以下哪项物品不在许晴的登山购物清单当中呢 好 不允许商量哦 三 二 一 亮皮板 好 两个人全部都是C 许晴姐 请您公布答案 哎 我要贴在衣服上吗 您要是想贴哪儿就贴哪儿 权力在你手中 就是答对了就贴是吗 对 答对了这个贴纸就是 奖励 许晴姐走过去了 哇 刚才那一嗓子真的让人好激动 对了 整个活动过程当中 拜托大家不要保持安静哦 搭乘芒果TV号 带你追花哨 好了 来看第二题 好 在华庭比赛当中 许晴的序号是多少呢 想一想 哦 再写不出来我都听到答案了 三 二 一 请亮皮板 啊 又是C 是六号 怕这都不够了 全答对了哟 好 大家一起来说是几号 没错 就是六号 好 来 这样 我们给许晴姐一个话筒好不好 好 那我让工作人员帮你来撕好不好 好 我们需要到这边来 解释一下 多一遍天的梦想 再多一遍希望 回忆一向往都在远方 好 我们知道在华庭的时候呢 每一个位置呢 会有不同的作用啊 我们请许晴姐来解释一下 您这个六号的这个 华庭上的作用是什么 特别惭愧 六号是一个在这个 七个人华庭里面 应该是最弱的一个环节吧 因为我的体能很不好 大家也看到了 而且又不锻炼身体 还留下来不刻过 所以老师给我的六号 应该是 就是能够协调和大家的配合吧 那个力量啊 还有这种指挥啊 都是景宝啊 杨阳和其他的姐妹们的 所以我就是在里面 混的 混出了好成绩 恭喜恭喜 好嘞 来看下一题 好 请问许晴在洞穴游戏当中 抽到了谁的名字呢 哎呀 这个蛮好回答的是不是 下一次我们就请许晴姐站在那边 拿着话的回答问题就可以 不用走来走去很辛苦啊 好 预备 你们俩又是一样的吗 拜托 能不能不太一样 好 给的答案呢是B 看 都不用这个许晴姐来说 直接来贴上是不是 又是每人两个我们的大头贴 回答正确了 好 同时呢 有问题要问这个晴姐啊 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看到说 这个 晴姐平时 您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也会小喝两杯吗 这个问题有意思是不是 我是不会喝酒的人 但是从花哨一到花哨二 我觉得我酒量大涨 而且昨天我们88班表演戏聚会 我虽然喝一杯我就会连很悲 但是我发现跟爱的人一起喝酒 是特别愉悦的事情 遇到好朋友 遇到这个知己的时候 喝两杯酒感觉爽极了 棒极了是吗 对 那种晕晕的 想什么是什么的感觉 也是这感情的润滑剂哦 好嘞 来看下一题 不长记性的二人组 在小宿舍一共是撞了几次头呢 到底开了几次碰头会呢 这个有点不太好 回答是不是 这么快 好 两人给出的答案是 C2加3 好 回答正确 许晴姐毫无犹豫的 把两个大头贴呢 贴在了两个粉丝的身上 哇 窝窝好厉害 都全对啊 而且两个人一点意见都没有 有后援会是不是 好 我问一下那个情节 那这次呢 您是住的是上下铺是不是 是第一次住上下铺吗 大学里面是上下铺 对 那毕业之后 那就从来没有过了 这次住上下铺的感觉怎么样 特别兴奋 特别兴奋 好强 因为一进那个房间 一看上下铺 我就超开心 而且是我们男生女生混居 因为两个弟弟非常干净可爱 又是那么阳光温暖 所以我和猫猫姐跟他们住 一点都没有觉得有性别差异 我觉得我们就是 一点都没有 怎么说呢 就是有两个男生住在房间 从来没有 明白 是 这个就特别像我一季的时候 跟花花汉有一次 我们还有菲儿 我们四个一起住的时候 那是我们是上下楼 那天也是让我会觉得 特别温暖的一个晚上 明白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好朋友之间 可能没有了年龄的差别 没有了性别的差别 只有温暖在心间 感觉棒极了 是 好 来看下一题 第五题是 花哨团的这个赛品 用了多长时间呢 哇 这个难了 A呢 是五分五十九秒 你们都不用看答案吗 你们确定吗 我的答案可真的 我还想 我还想 许晴姐 我还想吓一吓他们 你们就 这样就关心他们 这主持人不好当 对不起 关键是偶像太爱粉丝了 是不是 没错 就是A 五分五十九秒三二 其实我觉得 花哨给人一种 特别温暖的感觉 那我也知道 许晴姐说 七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就是一个团体 荣誉感非常的强 您觉得这一次 您的这个团队配合怎么样 超棒 超棒 对 这次虽然差一点点 我们就到了六分 但是我们大家 其实因为中间 出了点小状况 我们都想 我们肯定达不到了 没想到达到了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特别特别特别的兴奋 而且这次我们的配合 我们七个人的这种 团队精神 和这种专注 是让我们每个人 都特别感动的 我想都刻在了心里面 温暖的力量 一次又一次 创造了奇迹 是不是 我们掌声送给 许晴姐好不好 爱的力量 真的是好大呀 能够让我们挑战自我 好了 谢谢我们的两位粉丝 也谢谢我们的 许晴姐 两位粉丝呢 也会得到我们的奖品 我们站到中间来 好不好 两位粉丝呢 将得到我们的猛牛 真果丽一箱 同时呢 有许晴姐 来 亲自送给两位 贴心的粉丝 哇 回家好好喝 谢谢你们两个 谢谢你们两个 跟大家一起喝 好 其实他们背后呢 有无数个 像他们一样 热爱花哨 热爱您的那些粉丝 刚才呢 游戏互动环节 只是第一个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玩够啊 我也觉得是 怎么就能 骗爱他们两个呢 没关系 我跟你争取了一机会 说是我争取的 你们信吗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玩一个 多人的游戏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过 他们一起玩过 抖然迷发作拉西 这样的一个 抢节奏的一个游戏 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是不是 我们先请六位粉丝上台 加许晴姐 是七个人 来玩一个节目当中 玩过游戏好不好 好嘞 谁想来玩 举手示意我 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 来帮我们挑六位 好不好 马上呢 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游戏呢 也一同来这个 萌动六一啊 大家呢 这个解放天性 感觉在六一前后 整个世界都幼稚起来 好 快一点 宝贝们 抬上来 加油 一二三四五六 啊 全是女 全是女生 这输了有惩罚吗 当然有惩罚了 一会儿还没说呢 好 先请我们六位粉丝上台来 好 也请工作人员呢 把我们那个道具拿上来 好了 在开始玩之前呢 我们需要简单的 再介绍一下 我们的抖然密发作拉西 这样的一个游戏 你们都看过吗 玩过吗 今天在现场没玩过 是不是第一次 好 那这样 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跟全国的观众朋友见面 我们一人快速打一个招呼 好不好 怎么称呼 玉米 玉米你好 阿夏 阿夏你好 大家好 我叫小新 小新你好 许明明 你好 顾新和 新和 新和你好 姐的白 姐的白 哦 姐的白 哦 好了 六位 这个大粉丝上场啊 那我们都知道 有七个人 对不对 那其他的好朋友 都没有在现场 没关系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呢 让其他人呢 光临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特别做了 很多其他好朋友的 这样的一个头像 是不是 我们在玩之前呢 需要我们六个小伙伴 跟我们的许晴姐 每人来抽 我们先抽完 我再讲规则好不好 好嘞 随便来抽 抽完之后呢 拜托您 放在您的胸前 让大家来看看 到底是谁 我们一起来放到胸前 好不好 从外放到胸前 而且呢 告诉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抽的是谁 并且呢 请其他六个小伙伴 来认清 你是谁 我们互相看一看 好不好 给大家仔细辨认的机会 现在你就不是解的白了 你也不是许明明了 你就是电视当中的 大明星 好 再带大家来 一起来认一下啊 这个好像比 比我们七个人一起玩 会难一些啊 对 这个比较难啊 好嘞 我们先认识一下 请问您是哪一位 景博然 谢谢你 请问您是哪一位 我家姐 许晴姐 长这样 略过 请问您是谁 陈一涵 好嘞 知道了 请大家记住 那您呢 毛二年 毛毛姐 您是 杨阳 好 您 好嘞 好了 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记住小伙伴 现在的名字 那许晴姐 我们来看看 正爽 好 小爽是不是 好 请小伙伴呢 来帮助一下 把你抽到那个头像 贴在自己的背上 互相帮忙一下 好不好 接下我们的这个 不干胶条 好 然后贴在背上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Dorami 发送拉西 几个小伙伴呢 将依次来喊出来 那如果喊虫的那一位呢 将快速地说出 对方的 头像上的名字 如果你叫错的话 对不起 你就要接受惩罚 如果你叫对的话 没有叫 或叫错的那位 接受惩罚 那我们的惩罚呢 也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来 哇 可以看到呢 哇哇哇哇 很多漂亮的小装饰 是不是 如果你答错的话 就请 你戴上这些装饰 在六一节之前 装回小时候 好不好 你看我们这里面 有猪鼻子 有小胡子 有红嘴唇 我帮你来装饰 好吗 好 我们要不要先演示一遍 好 先来一遍啊 我喊三 直接来是吗 好 我喊三二一 就可以开始了 是Dorami 是吧 Dorami 发送拉西 七个数 因为没有话筒 所以拜托大家 大点声哦 预备 三 二 一 你 有两个Ride 是不是 好 你喊她是许晴 她喊陈一喊 好 请两位 好 对不起 你喊她是许晴 她喊你是一喊 是不是 好 请转身 哇 你们记忆力超棒啊 那就是她们都赢了对吗 都赢了对不对 那就惩罚我吧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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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其实要是按照规则应该惩罚你 但是我不太敢 没事来吧 好好来 这个还是得有惩罚 贴在哪上啊 对 先哪个 这一个Puddle 这是黑纸 这个 这个是美貌 这是领结 好 看一下 我们拿一个胶条好不好 好 拿一个透明胶条 站在后面 太阳的往前 太阳 好 一揭开就可以哦 你是否忘记昨日有时候 OK 哇 像个Hello Kitty是不是 好 来 好 许晴姐是拔得头筹很漂亮啊 好 接着来玩哦 预备 321 Right 往前一步 对对对对对 对 你是真的是 没有人说我 但是我跟你说 前面六个好朋友 都已经全部都说过了 你以为你不吭声 就能够混到最后吗 抱歉 你是毛毛姐对吗 对 真的是 你犯了跟毛毛姐一样的错误 哈哈 真的本身上身了 是不是 好 接下来这个毒手 就该我来了 我给你选了一个 觉得特别有创意的 虽然我也很爱毛毛姐 大树对根的情义 这是 好 好 出塞了 哎呀 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好不好 这样 还有敲边鼓的手法 哎呀 第一下跑到了这个新疆 是不是 卖羊肉串的 好嘞 我们加快速度啊 来 预备 开始 哎 八 停停停停停停 刚才有两个人说都 重来重来吧 重来重来好 好 大家一定要大点声哦 好 预备 三二一 轻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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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毛毛姐 你说我什么 那我们俩都对了 都对了 都对了 是不是 都对没有惩罚 好不好 都对没有惩罚 好贴心 好 加快速度 预备 三二一 都 都 准备 好 你是 好 你是没有吭声是不是 那个许晴错了 许晴错了吗 许晴 许晴晚了 许晴晚了 哦 好 那 您来说惩罚谁 许晴 好 那这样吧 我们就请许晴 对许晴 来下狠手 好不好 好 这是嘴巴 嘴巴 好吧 下一集就看到了 我们的嘴巴 你是否忘记 昨日一生 天真的 幸福的流浪 还记得我们突然 风格 我一边的嘴巴 这回 我下一集 可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了 哦 心绪的给你一个吻 是不是 好了 我们要加快速度 再玩两轮就OK了 好 许晴 闭嘴 好了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快快快快快 好了 他喊对了吗 你喊的是什么 我没听信 陈奕涵 对了 你是那个沉默派 对不对 在一场混战当中 他这个手不知道该指哪 到最后也没有反应 也没有反应 对 好了 认赌服输 我们将 来一个 这个很棒 对不对 有很好的寓意 我叫他叫吃麻麻香 躺哪都能睡着 好 好嘞 我们玩最后一轮好不好 好嘞 三 二 一 Right 王冒姐 这个时候 你用哑语 是不惯用的 你现在想抓 他是谁了吗 那就不怪人 好了 这一次呢 赢尽获胜了 是不是 好 再来一个 找一个什么 什么好玩一点的 好不好 好 找这个好不好 来 让你笑开了花 来来来 好难死 祝你天天快乐 笑得脸都红 好了 谢谢 谢谢各位 然后各位呢 也会有礼物 好不好 来看看你们将 在这个环节 获得什么 大家呢 将获得由 许晴姐亲手送上的 猛牛真果丽一箱 以及芒果TV 家庭云赛的家庭产品的 虚拟现实眼镜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呢 把礼物送上来 同时呢 有许晴姐亲自送给 现场的这几位好多的啊 是所有的吗 是所有的吗 每人一箱 我们的猛牛真果丽 以及芒果TV 家庭产品的虚拟现实眼镜 大家呢 可以拿这个卡呢 到我们的 这个工作人员那边 来领取 您的这个虚拟眼镜哦 好 谢谢我们的粉丝们 也谢谢许晴姐 辛苦了 谢谢 谢谢你们 快六一了 我们也提前在这儿呢 过一个六一儿童节 也希望大家呢 在现场能够玩得开心啊 好 那接下来呢 又是我们一个 这个小介密的环节 我们都知道 在装备过程当中呢 许晴姐的装备 到底有哪些 今天呢 我们也特别准备了 一个PPT 一起来看看 在有限的条件下 我们的许晴姐是 买了什么东西 好 这是她的包包里面的 一些这个小秘籍 我们先请许晴姐 来介绍一下 都是什么 然后您为什么选她 选她当中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 我没明白 就是我包包里的东西 就是选的这些东西 啊 嗯 哦 明白了 每一件为什么选吗 哦 您都说都可以 或者说哪一件 您特别想说的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哦 那肯定是这件 有故事是不是 这件我是因为没有东山经验 嗯 然后我和景宝就傻乎乎的买了这个滑雪服 然后当时因为就是我的伙伴们说第二天会热 然后我就想哎呀那我们买的是滑雪服又退不了了 所以就把里面的棉花给拿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创意 就是这样的 嗯 其实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嗯 就是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经验不足是吗 是 就是我的这方面的知识太 太糟糕了 嗯 没关系 这个因为是第一次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疏漏啊 那今天我们现场呢又来了一位这个旅行的专家 就是行走四十国歌 他呢也会在现场呢跟许晴姐来分享一下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把这个国歌请上来好不好 好 这边有请 哎 你穿的也是滑雪裤吗 不是 就是一般的户外的 好 我以为又找到同伴了 那个许晴是我的偶像 看那个滑雪裤 那你是不是看那你是不是现在看我买这裤都崩溃了 啊 还好 我觉得那个许晴那个把那里面那棉花拿出来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还挺机智的 对对对 好 那这样吧 那您先简单的来这个评价一下 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讲 秦姐的这身打扮您觉得还合适吗 呃 她的打扮呢很漂亮 很时尚 很多人吧都认为这个户外的服装穿起来是很难看的 因为它不会体现到那种腰身啊这样 但是事实上你如果会搭配的话 能搭配出非常时尚的这种效果 这也没腰身呢 呃 不一定要要这个腰身 但是呢 它的整体的感觉哈 就这种呃 上面是浅色下面是蓝色的 而且呢 衣服我觉得选的非常的好 呃 在选衣服的时候我跟大家就是 我也告诉你一下 就是我们尽量选那种什么呢 就是兜多 接缝多 这样的呢 它能够多用 比如说像这种你看起来非常的热 但是呢 它可能一抬起手的时候 它下面是有那种网合的色情 它是可以透气的 然后裤子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买了这个裤子会不会在走的时候会很热 那么你在选的时候呢 也选那种接缝多的 比如说像我穿这种哈 你看起来是非常热 像在北京今天这个天气是很热的 好 拉开 你看到没 这有一个拉锁 这个拉锁 当把他一拉的时候我的腿是露出来的 它就其实是 当这个 当你把他拉开的时候 它是有短裤的那种效果 哥 我知道你拉开容易拉上哪 还有它有一些是这种接缝的设计呢 那么一拉它这个腿可以拿下来 短裤了 对对对 如果像你想象的帕朗 帕朗其实最好的办法是 我们在选衣服的时候和裤子的时候 选那种多层的 就它可以一层一层地往下脱掉的 这样的话就更好了 当然你这个出镜效果还是挺漂亮的 我这完全是奇装异服 是这样 人家别人就穿成这样的去看风景 然后情节是这样 是扮风景让别人看 是爬山当中的一道风景 我们大家都很认真爬山的 好了 那这样 还有背包的时候 这里我看也有背包 背包尽量选那种外面的外挂比较多 就是很多的一些方 比如说像我们的水 就不要放在那个背包里 那么水呢 它有一种是带那种 就是一个挂钩的卡口 它一卡 卡到那个水瓶的口那儿 那么另外一面呢 它可以挂在这个这个背包上 这样的话 你的相机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水喝了一半的水 它挂在外面 它就不会这个弄撕了相机 而且你取起来也比较方便 那这个景宝还有羊羊 还有义涵就表现得特别好 他们就这样的背包 而且都帮我们大家来背 这里头你有一点就是 我建议你当时应该买个拐杖 拐杖可以省我们的三分之一的力气 你就想哈 我们本来是两条腿 当多了一条腿的时候 这条腿它又给你承担了 你身上的很大的一部分的这种 这个重量 我原来以为是60岁以后才用拐杖 不是不是 你看那些老外啊 20多岁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在登山的时候 他们也是组个拐杖的 因为那拐杖真的是能帮你省很多的力气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尤其是登山 没错 看来呢出外旅行 尤其是登山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讲究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行走40国歌呢 他经验太丰富了 他也特别准备了一本书呢 要送给琴姐 对 谢谢 那个我 对 像这个里头呢 就叫做智慧旅行嘛 这是我新出的一本书 这里头写的全部都是 各种旅行的妙招 有省钱的妙招 有当你不懂那个国家语言的时候 你用什么方法来沟通的妙招 还有签证的妙招 再就是旅行中的那些 各种设备怎么用的 我用的 这是我总结了 我是用了15年 2000年开始旅行 用了15年 走完了94个国家 然后每个国家 平均是花了4000人民币 然后这里头有各种省钱的妙招 我怎么找到便宜的吃的 夏老师这个 咱们应该旅行之前应该人手一侧 就不会犯错了 好 谢谢我们的哥哥今天经验的分享 谢谢你 辛苦了 今天能够见到那个许晴我也很高兴 因为以前一直喜欢你的电影 谢谢 希望你后面的旅行这方面 多花一些时间 有这本半语书呢 谢谢 谢谢哥哥 辛苦了 谢谢在座的朋友们 大家如果要有一些 还想了解更多的有些妙招 在我的行走四十国微博上有灯 还有那公众号上也有一部分 谢谢 好嘞 谢谢哥哥 世界那么大 真的应该去看一看 但是看看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是不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许晴姐呢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关于花儿与少年 第二季的今日头条大数据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在这里呢 向大家介绍一下 头条的引擎 抓取搜索呢 是全网的新闻 我们 我们注重机制 也是同一篇新闻通稿 很多媒体都发了 但是我们只抓取首发的那一篇 这也是为了保护原创 和避免用户重复阅读 所以您看到的数据呢 都是经过 消重的 都是原创的文章 所以呢 如此看来 这个花哨新闻的数量 集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 就是2015年3月20号到5月25号 今日头条上产生的 花儿与少年的相关文章 那我们看到 第一个文章数量呢 是 哇 3278篇 那阅读数 1.1亿 哇 全国十二分之一的人 都已经阅读过 好不好 收藏数量呢 是649万 也相当的可观 来看第二版 好 这是一些内幕 第一条 许晴报内幕 郑爽坚实分手 不接张翰电话 许晴姐 这是真的吗 我是 这真的有两重函 一个是 这是您报的内幕吗 第二个就更关心了 他们是分手了吗 好八卦啊 好了 往下过是不是 好 好 花哨与用户 来看看 90后是最关注 花儿与少年的 来看看我们的 这个年龄结构比 人数最多的是 我们的18到23岁的是 千分之10.7 那其次呢 是24到30岁 看来呢 就是青年人比较多 那同时呢 在各个年龄层上面 也有分布 30岁以下是主力 好 来看下一批 花哨与明星 节目相关的明星热度排行榜 郑爽是花哨二中 最受关注的明星 可以依次是 郑爽 景博然 许晴 张翰 杨阳 接下来 我们的许晴姐呢 排在了是第三位 所以我们北京的这些 粉丝们要加油 好不好 好 接着往下看 许晴与花哨 许晴与 许晴和花儿与少年的 相关资讯的阅读量达到了 3848万 真的好多 我看这个还是第一是吗 我跟您说 其实爽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 90后女孩 然后我们两个有很多话要聊 那我们两个的四王话 不是这么简单 什么坚持分手 不接电话 因为汉是我们第一季的导游 爽是我们第二季的导游 然后我就觉得 蛮有缘分 挺有意思的 这种错位 但是其实他们两个 我觉得任何的感情都应该 大家尊重和爱的 他们两个曾经相爱过 那么的美好 其实他们现在一定是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但仍然很美好 我们大家应该祝福的 好吧 真的好棒 好嘞 那第二条 好 来看下一批 就是许晴宇节目当中 其他嘉宾的相关度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 秦姐和其他六个明星之间的 关联度都有稿件报道 在2737篇新闻稿件里面 其中秦姐和郑爽之间的 关联度最高 看来跟我们的爽妹子 是互动不少 好 来 我们来看下一批 花哨与地理 来看看 在这个最关心花哨资讯的省份当中 黑龙江那把的是关注的最多 那依次呢 除了黑龙江之外 那是湖南 吉林 辽宁 天津 重庆 安徽 北京 内蒙古和山西 所以北京的粉丝们要加油了 好 来看 北京用户关心花哨资讯的比例 千分之五点二的北京用户 在今日头条上是阅读了关于花儿与少年的资讯 好 排在全国第八 位置很很吉利 但是要继续加强了 好 接下来是花哨与 与花哨相关的最强的城市和景点 第一位是伦敦 相关度达到了1693万 那第二个是剑桥 相关度是285万 很多特别棒的地方哦 好了 刚才呢是我们公布的 今日头条的大数据 好 请点这边请 好 今天我们的点音会呢 已经竭尽尾声了 在这里呢 特别要感谢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以及粉丝朋友们 尤其是要感谢那些在芒果TV 观看我们的直播的网友 又到了揭晓我们本期 花哨密码的答案了 如果你猜对的话 有可能获奖哦 那这一期我们的花哨密码是 情义棉棉 你答对了吗 如果你答对的话 现在赶快把你的答案呢 抛到我们这个微博上面 就有可能获奖了 那花儿与少年的每周六晚 22点湖南卫视首播 同时呢周日零点 芒果TV全网这个独播 芒果TV号 带你追花哨 那更多精彩 居于幕后花絮呢 将在芒果TV独家放送 最后我们请 许晴姐 再跟全国的粉丝说一句话 我们北京站的点音会就 完美结束好不好 好 希望你们关注我们的花哨2 越来越精彩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 自己的投影 就是这样的 谢谢 好 谢谢许晴姐 今天快乐的航班呢 就此终结了我们的飞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下一次还能见到你 许晴姐 再见了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